在以前,韩国造船业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但现如今却逐渐被中国所替代。 前段时间,韩国总统文在寅扬言要把韩国造船业打造成谁都无法超越的世界第一。 韩国造船业发展起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穷得叮当响的韩国政府积极寻求改变,推行了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采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以举全国之力扶持了几个大型企业,将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到头部大企业身上。 而完善航运和造船业的重任则直接交给了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勇。 造船业需要大量的资金,郑周勇虽被委派到日美等国寻求贷款,结果杀鱼而归。 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很不高兴,放狠话说,要么弄到钱,要么吃枪子。 为了不真的吃到枪子,郑周勇继续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最终以极其优惠的价格打动了希腊船王利瓦诺斯,弄到了两艘26万吨级邮轮的订单。 成功向巴克莱银行借到了款,在韩国卫山建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现代造船厂,正式开启了韩国的造船业之路。 而另一位关键人物,韩国大鱼集团创始人金宇忠,也在朴正熙的威逼下,不得不接手了破败不堪的玉浦造船厂,加入了造船行列。 自此,韩国两个造船企业一跃而起,年造能力从280万吨逐渐上升到了400万吨,直避日本造船业。 到1999年,韩国造船业拿下了全球造船市场33%的份额,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并且缠连了数年。 造船业的兴起让韩国的海外贸易以及航运都迅速得到提升。 对韩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韩国近30年间的GDP增速始终保持在9%左右。 由于在经济复苏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造船业也被韩国经济界称为孝子产业。 到1997年,韩国GDP已经达到了5575亿美元,人均GDP为123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称为汉江奇迹。 而令韩国造船业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难搞的对手,中国正渐渐崛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造船业受到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一直算不上突出,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造船企业所占世界市场份额还不足1%,但中国造船业却没有放弃,在艰难中一步一步的向上攀升。 1995年,中国造船业首次赶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造船大国。 到2008年,中国造船业的产量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2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多年来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努力钻研的结果。 1965年,交付使用的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船东风号,是当时科研人员住在造船厂搭建的简易工棚里,靠每天工作16个小时,纯手工绘制设计图,施工图建造出来的。 当时造船的经验不足,中国造船业也曾向同行虚心请教,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韩国在这方面却充满警惕,想尽办法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 1990年代,大连传播重工集团曾去韩国船厂考察学习,希望后续通过进一步交易获取一些成熟的建造技术,没想到却被韩方各种刁难,许多关键技术别说获取,连看都没让看到。 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造船人终于明白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道理。 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船起几乎是边摸索边实践,过程之间性难以想象,在不断地攻克技术难关后,一点点将中国的造船技术和产量提升到世界级水平,成为新的造船大国。 到2020年6月,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街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4.9%,51.0%和45.8%,三项指标中国都领先于韩国、日本。 这些成就让韩国越来越感到紧张,但最令其不安的是,中国造船业在技术上的进步。 世界公认最具难度的船舶是LNG船和航母,LNG船也被称为海上超级冷冻车,该船要求在零下162摄氏度低温下运输液化器,其建造难度也是最高的。 目前,仅由美国、中国、韩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有能力建造。 在中国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08年第一艘LNG运输船在上海顺利交付,中国成为又一个能够自主设计研发LNG船的国家。 从2012年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到如今的第三艘航母即将下水,这背后强大的资金与技术实力更让韩国感到不安。 从造船的接单量到具有自主研发技术的巨轮下水,中国造船业这些年的成就,充分凸显了大国崛起的实力和速度。 但是,一味沉浸在一味的成绩之中,忽略了中国和韩国日本造船业的技术差距,未免会一夜账目。 还是拿技术含量最高的LNG船的制造来说。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韩国在这方面依然是世界领先的地位,LNG船装载的是极易挥发的天然气。 韩国在这个领域可以达到天然气日蒸发率仅为0.07%, 而中国是0.1%。 不要小瞧这点数字,蒸发的可是真金白银。 中国造船业目前虽然突破了韩国封锁的大型传统曲轴制造技术,也研发出了40兆瓦级别的船用燃气轮机等。 但总的来说还是在补救涨,因为日本和韩国早就拥有了百兆瓦级别的重型燃气轮机,相关的技术实力更强。 同时,中国手持船舶订单数量确实不少,保持了全球第一的位置,可基本是单价较低的散户船, 像高价的LNG船的订单就有三艘,而韩国大部分新船的订单价格都在1.1亿美元以上,是中日两国订单均价4100万美元的近三倍。 技术实力上的领先让韩国有机会获得更多高附加值的新船订单,也意味着韩国造船业的单船多位数更大,建造难度更大,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 因此,中国和日本在造船市场上的竞争,是常规船型的价格和质量竞争,而中韩两国造船业的竞争,将会是高附加值船型的竞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造船业一定可以真正的超越韩国。 不知道你对中国正逐步夺取韩国造船业霸主地位的事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 正解局正解一切不明白,我们下期再见。